大家好,我是Chair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一下我新买的一条Type-C线 现在用的就是这条我新买的线 花了27块钱从淘宝购买的 它的规格是USB3.1的根1 长1.8米 我为什么要换这条线呢 是因为显示器自带的这条线 它只有一米,长度不够 这是显示器自带的线 它里边只有一个点 这个新买的线它有两个点 我不知道这一个点跟两个点有什么区别 两个点的是新买的线 一个点的是显示器自带的线 我新买的这条线 它说是戴尔显示器原装原配的线 我到咸鱼也看过 价格也都差不多 二十三十块钱的样子 1.8米 但是我买回来之后 我感觉这条线的做工并不是很好 至少说它很硬 然后它的外包装也不太像原配的线 首先是它那个封套 那个塑料半透明的 非常的松 另外这个接口呢 这个塑料的接口的做工也不是很好 这个边上还有毛刺 然后这个线呢也很硬 拐弯的地方 这个标记就是一个黑色的胶布 一个胶条给贴上去的 并不是印在这个线上的 这是显示器自带的线 它在线上是有文字的 我新买的这条线 它这个线上没有字 只是贴了一个胶布 上面写的Type-C跟E5A 应该是5A的 在刚买回来的时候有点小失望 但是用了一下 这个失望又没了 为什么呢 因为它该有的功能全都有 首先它的长度是够的 我可以把笔记本放在显示器的左侧 如果这么摆放 那个1米的线是不够的 最少也得1.5米的线 现在这个1.8米的线是没问题的 2就是它这个4K60帧的显示 这也是没问题的 显示器是U27 U2D 它是可以4K60帧显示 而且信号比较稳定 另外我还看了一下它的颜色 色彩的输出和之前的那条线 也没有什么区别 既可以输出4K60帧的画面 又可以输出声音 还能给笔记本充电 还可以接鼠标键盘 虽然我不能确定它是原配线 还是山寨线 但是它的功能是OK的 另外这个价格也是可以接受的 在买这条线之前 我也做了一下研究 首先是我的显示器 它支持的这个Type-C线 支持的是USB3.2跟1的标准 我在挑选线的时候 不论是闲鱼还是淘宝 卖的大部分都是USB3.1的 跟1或者跟2 这个跟2就不要考虑了 一是特别贵 二是也用不上 另外它的线也很短 市场上大部分比较便宜的这种线 都是USB3.1跟1的 跟1和跟2主要区别是速度 还有一个是价格 我用这条线 基本是用不到USB传输的速度 只用它接鼠标和键盘 其实USB2.0就足够了 所以跟1跟2 USB3.1还是3.2 对我来说是无所谓的 我姑且把它认为是山寨线 作为一条山寨线 首先它的特点就是便宜 第二功能还要到位 为什么它的功能能到位呢 其实这条线应该算是 非常的普通 非常大众的线了 我估计制作难度也很低 所以才能卖得这么便宜 应该是非常成熟的功能了 我在购买之前看到那些卖家 他都有写带Emark芯片 虽然我不知道这个Emark芯片 是干什么用的 感觉应该是挺不错的样子 我这台显示器是可以给笔记本充电的 它的功率是65瓦 这条线它写的是支持5A100瓦 这个也足够了 实际上这个笔记本 它送的那个充电插头只有30瓦 充电方面绰绰有余 另外我再和大家说一下 这个苹果笔记本自带的这条充电线 我之前发过两个视频 说这条线支持雷电三协议 又可以充电 又可以显示 我这个信息是来自于苹果的客服 但是有很多评论说 苹果笔记本送的这条线只支持充电 不支持显示 这个我就不得而知了 如果你想确认一下 最好还是问一下苹果的客服 虽然我没有用这条线 这是显示器附送的线 这条线和苹果送的这条线相比 差了很多 但是现在我用的这条线 它和显示器送的那条线又差了很多 虽然很差 但是可以用 既然可以用 那就先这么用着吧 好了 这个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我是Achair 我们下次见 感谢观看